是什么样的一台机器 让江农直言不如人工种得好 是什么动力 让它改进出省时省力的重江机 让重江更轻松 解放江农的劳动力 机器队状况频出 它最终能赢得比赛吗 机器队有点落后于人工队了 就一个人就够了 敬请收看我爱发明春耕系列节目之 巧重生江 生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种烹饪佐料 许多美味都离不开它 它广泛种植于我国的西部中部 种植生江的时间 一般在每年的四月左右 只不四月的山东省维芳昌义市 江农们正忙着生江的播种 据当地江农们说 在种江发芽后 需要尽快进行种植 不然就会错过生江的最佳种植时间 在种江时 种下的江具一定要一致 且江芽朝上 将种下后 在完成附土 放地管带等工序后 种江任务才算完成 所以每年经过一轮抢种后 江农们都会累得满头大汗 格外辛苦 为了帮江农们减轻种江的负担 我们找到了一位 向我们栏目组报名的发明人 他说他发明一台 可以帮助江农们 种江的机器 杨胜华您好 我是我爱发明高硕 你好 您就是高硕 对 您给我说 您发明了一个种江机 对对对 我的全部都给你准备好了 这台就是种江机 我叫杨胜华 出生在大江的主产区 仓义 我们这边江农种江 非常的辛苦 大家都在想办法 让种江更轻松 我有我的办法 研究一款好的机器 让种江更轻松 解放江农的劳动力 这江怎么放啊 江我给你准备好了 江就这样放在这里 然后它缓慢地落到沟底 这个疏通带离着这个沟非常近 要不能不能找个地方试一下 行 你找个地方试一下 和我们一起过来的 还有当地的种江大户 杨寿增 生姜的播种季节即将结束 杨寿增说 它还有十几亩姜田 没有播种 这可急坏了它 那么杨胜华的这台种江机 能解决它的燃眉之急吗 我们跟随杨寿增 来到了它的种江地 准备用这台刚问世的种江机 实际种江测试一测 杨大哥 这机器准备好了 这样准备好了 那你给我们操作一下吧 好嘞 被人需要也是一种温暖 来到种江地后 杨胜华便迫不及待地 开启了自己的种江机 而生姜也仿佛听话的孩子吧 一颗颗的排好队 从传送带上落在了各自指定的地点 相较于传统的生姜种植方式 杨胜华的种江机 看上去的确是快了许多 而且也不费力 可就在此时 杨寿增却说了一句 让我们意外的话 原来种植户叫停机器的原因 是因为机器重的江 江崖朝向了后方 并且将去的把控不一致 或许是杨胜华第一次测试太过紧张 我们决定让它调整后再试试 我看您放的是没啥问题啊 这跟您放应该没什么关系 咱们再看看 还不行 确实你看 有的离得近有的离得远 这还朝一个方向 应该往这边 是吧 对 这个反转了 这个 这个也反了 那个还立起来了 那个还没有倒下 平躺着 杨胜华一眼看出问题所在 操板操一下 操一下 咱再试一下 调整托板之后 重江鸡的效果有没有改进呢 这个种的反了 还是不行 还是不行 这个间距又太近了 哪的问题啊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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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伙看看这姜这次种的怎么样 还是有反的 哪反了 这 这个反了 就这一个反了 这个反了 这个也反了 这个 这个 这一个间距不对 这个太近了 这个间距不对 是这个反掉了 对 看来调整 这个也反掉了 这个也反掉了 杨大哥 这调整之后的效果还是不行啊 机器播种完一拢田后 将翻转问题还没有解决 不料又出现了新的难题 那你调过去吧 好 那你帮我抬一下 抬你抬啊 我这个调不了头 这个好多厉害啊 一个人调不了 你看你这台机器 能去种你大棚里的姜吗 不可能不可能 现在不原或不捐原 不能用 不能 不能用 杨大哥 看来你这个机器 得不到杨师傅的认可呀 我再给一下 保证能行 那行 那您先调着 等你调好了 你再联系我吧 虽然是新机器下地 但是问题不免有点多 但是问题不免有点多 首先 这不就是那天咱们在田地里试的机器 没没看出有什么改建来的嘛 我过来了 杨大哥 你给我打电话说 你好你好 你给我打电话说你这个修好了 对对对 我这个已经改建好了 改建好了 对 我觉得跟咱们在大田里没什么变化呀 改建的 这个刷子这么软 它能挡住吗 没问题 肯定没问题的 因为我试验过好几次 我用铁的和香蕉的都试过 那个都不行 你看我给你试一下 这个铁的太硬了 太硬了吧 这个姜牙非常嫩 这样一碰 它就会 会把这个姜牙伤坏 还有这个橡胶的 也是会晃动的 但是你看起来这么软 但是你看它和这个姜牙一碰 它还是比姜牙 这个嫩比姜牙硬好多 最后考虑还是用这种刷子 这种刷子是非常柔软 而且非常滑顺的 为了解决中姜的朝向与间距的问题 杨胜华在输送带的末端 加了一个软毛刷 那么机器掉头的灵活性 杨胜华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它不是这样是在酱沟里面吗 对 这样是在酱沟里面 到了地头的时候 它可以把它打到上面了 打到上面了 它掉头的时候就不妨碍了 撑了起来 对对对 你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行 我给你们演示一下 好 机器启动后 杨胜华一个人完成了机器的掉头 改建后的机器新增了附土滴管带装置 而滴管带的增加 方便了中姜后的灌溉和打药的工作 可眼前新增了一把毛刷 中将翻转的问题真的能解决吗 毛刷肯定没问题 这个可以我们带到地里去试一下 那咱们去哪试 不带到我们地里去试一下 带到你那个地里去试一下了 那行 咱带着机器再去试试 好 再次来到大田里 杨胜华经过组装 取钩 放输送带一系列工序 机器启动了起来 怎么样 杨师傅 还行 杨大姐 你看着呢 行 还行 一根老一根老一根老的 哪个 我们看看这次将具还有将牙的问题 这次还行 没有发转的 距离还挺好的 你看 都是多少公分 大约 二十四公分 咱们数数有多少个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个 十八个没有发转的 这十八个都没问题 加牙都对 再往哪儿也对 杨大哥 咱们再往前走走看吧 好 再往前走走 好 机器再次启动 输送带传送着浆 毛刷扶着浆种 将平稳地落入地面 好 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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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大哥 这回咱们再看看 还行 这是丢下土去了 这正常情况下 这个定位炉把这旁边的土给弄下去 这个没事吧 没事没事 姜里面都有附土呢 哦 还要附土 这没问题 哎呦 这个浆具看着确实整整齐齐的 对 还整齐 我看这回浆种得不错 嗯 还行啊 杨大姐 这比人工强多了 比人工种得慢 还慢 我感觉一直种得快 啊 还是人种得快 你觉得 嗯 等一日一杯 被种两沟 它只能种一沟 那咱今天比是比是 今天天完了 明天吧 哦 确实 这日头都下去了 嗯 咱们这个机器一个人都这么快 咱明天怎么比啊 今天要玩啊 它能顶几个人吧 一个机器能顶几个人 一个机器能顶四个人 能顶四个人 能顶四个人 有信心吗 没问题 种将机改进后的初步效果 看上去还不错 但是效率问题 成了种植户们最为关心的了 这不为了验证机器的效率 到底有多快 杨胜华相约种植户 来一场种将间的较量 收藏大哥 我看你今天喊来不少人啊 我们人工队五个人 人工队五个人 那咱们这机器队呢 就我一个人就够了 哎呦 杨大哥就您一个人 对 你这么有自信 没问题 咱们这种江谁董行啊 要点个队就好了 哎呦 那您董行 那您来当裁判 那可以呢 人工队少一个人啊 少一个人 大家伙谁愿意来 哎呦 行 这位大哥自告奋勇 是 哎呦 大姐我看你今天准备 这东西还挺齐全 来干嘛了呢 来加油这 哎呦 亲自上这还加油 行 好 那咱们比赛之前呢 来说一下比赛规则 咱们人工队啊 是这个蓝旗 咱们这个机器队是红旗这边 分别是六楼地 那咱们这个比赛 具体怎么来测评呢 叔叔大哥 您来说说 一个是 就是 一是数量 二是质量 就是要重力快 重力好 那才翻演 行 那今天风还挺大的 咱师傅一时开始比赛吧 三二一开始 这次比赛 双方将各自在种植 六楼的生姜 杨胜华也将首次面对 五个人的人工队 随着重姜机的轰鸣声响起 我们这次的重姜大比篇 也随之展开 虽说是自己艺人 与五位传统高手进行比拼 但是杨胜华并未感到切震 相反 机器的运行还出奇地流畅 放姜 送姜 落姜 整个过程一起喝成 生姜也仿佛会跳舞般 在土地里展现出优美的舞姿 最终都平稳地落在属于自己的位置 反观人工队这边 虽然起步稍晚了一些 由于人数优势的原因 渐渐地在速度上和机器持平 热闹的比赛吸引了很多围观的农户 他们会支持哪一方呢 随着比赛的推进 双方都加快了步伐 机器队这边稳步地往前推进 而人工也在后面追赶 不到比赛的最后一刻 谁胜谁负还尤为可知 干 干我娘子 人工队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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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队很快的 杨大哥 咱这速度还能提一提吗 能 快多了 那您放姜的速度也得快点 对 加油 眼看人工队越追越近 杨大哥加快了放姜的速度 围观群众健壮 也纷纷为机器队加油打气 原来人工队整体上的速度稍慢 是因为他们在将生姜种植后 一并完成了复土的环节 而机器队这边只是将将种种下 并未完成复土的环节 现在需要重新将土复上时 速度自然而然也会受到影响 随着复土后种植生姜的最后一道工序 也随之而来 放低管带是生姜灌盖打药的 必不可少的一道工序 杨大哥 咱们现在开始第三套 放鼓吧 好的 我们现在放鼓 好 加油 加油 能行吗 这 可以 咱们机器队有点落后于人工队了 加油 加油 我看您这速度还真不错 但是还是有点慢 咱能提提速度呢 这样我就忙不过来了 但是咱比不过人工队啊 人工队这时有序地播种着 建人工队就要赶超级骑队 我们的编导建议杨胜华踢踢速 杨胜华左右为难 一时跟不上机器行进的速度 竟又出现了状况 有点什么问题了 什么 你还漏浆了 你还漏浆了 哪漏浆了 看有了 这有了 这有了 就这漏一个 谁也漏了 谁也漏一个 放少了 对 录一个 放少了 放少了 放少了怎么回事呢 你看看 刚才看后边两块漏浆了 那怎么回事杨大哥 我摆得太慢了 我的手速太慢了 摆不上 来来来 他没干活 我让我来 你来 你来 再弄我 裁判 裁判可以吗 半斗大哥 算我了 可以 可以 我做好了就算好了 行 不要 咱们这个机器 这个空间最难问题 对呀 赶快修理一下 咋了 这是怎么回事杨大哥 这个定位来有点紧 好 走 好偏了是吗 嗯 好 咱们固定好 再来 你小心点 感觉中将怎么样 还行 还行 刚才那个 速度有问题 现在您这感觉 速度还行 还行 因为我中过呀 你中多久了 中了三四年了 中三四年了 因为杨胜华的手速慢 导致了江种的放入不及时 旁边热心的大姐 选择过来助阵 帮助杨胜华放江 有了帮手 机器的效率也更高了 三四年都是怎么动的呀 人工动还是用机器动啊 刚用 去年刚用机器 去年刚用机器 对 那机器跟人工相比哪个快呀 当然是机器快了 还省力省时 能快多少啊 快也不少 杨大姐 你们这人工队人怎么这么多 这不是五个人比一个人吗 这现在都有十个人了吧 一定能影关机器体 也短能干 这比赛裁判这合格吗 那就算什么八比一 行不行 为什么要算八比一 太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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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确实这个人也太累 你不能按照就叫一个人 干不动了 干不动了 那行 那也算合格 算合格 算合格 继续走吧 好 好 可以了 加把油 加油 可以怎么样 这腿感觉 哎呀 太累了 由于比赛的强度太大 人工队这边忘记了滴管的放置 而滴管也是生姜后期管理 必不可少的 本以为完成比赛的人工队 不得不再次投入到比赛中 那不行 你们还没有放地管呢 你放完地管才能完成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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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 赶紧 你们继续干 我看得一切点 要他给我们动好了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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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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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赶紧赶紧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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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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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那个机器马上就结束了 机器赢了 机器赢了 地管才刚放进去 机器赢了 还有五行没放呢 机器赢了 对 这都认输了 还要认输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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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队的江农 像是在百米接力一样 往前奔跑着 人工队还能有赢的机会吗 快跑啊 快点 当人工队放第三道滴管时 机器队抵达了终点 机器队抵达了终点 怎么样啊 杨大教 这个重的 这个重的捐缘度呢 员工队和机器队差不多 差不多 那就速度上呢 这个距离呢 员工队 没有机器队精转 嗯 这个浮图方面呢 机器队辅导 没有员工队好 重的怎么样啊 我觉得这个平整度还可以 就是这个猪具 它有点这个 因为这个人是 它是估计的往下放重 嗯 所以不 它没有那么捐缘 没那么捐缘 对 这个机器队呢 它这个捐缘度 嗯 它这个猪具的捐缘度 还差不多 就是放土吧 它有点不平整 哦 有多有少 对 有说有少 但是我宣布 那么就是重的时候 这个员工队跟机器队呢 摆整的时候 这个机器摆得比较圆 员工摆得呢 少差一点 这个放土的时候呢 机器队放的 不用员工队放的好 嗯 这就说明他们搭平了 员工队呢 还有两趟没放管 机器队干完了 我宣布呢 就是机器队胜了 哦 机器队胜 那我们恭喜杨生华大哥来 好 把机器队留在这里吧 好 给你们留一下 好的